Diwa 最新发布的24年式的Certate 这台是Diwa的中小型泛用仿车里面最高刚性的一台 我现在是还没有看过它的网页的 我想第一次点击去看 然后看看我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然后看看我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样子 相当于和大家一起看首发 但是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已经被剧透了 我得到了一些我看来不是特别满意的资讯 废话少说我们直接去看一下 Certate 看看 非常的期待 这个其实之前有很多朋友讨论它的外形的时候 我已经有说过 这个大概率就是跟19年式的差不多 那果然是跟19年款非常的像 除了这个标志性的AirRotor 改成了AirRotor之外 线背也有一点点改进 感觉更加简洁一点 外形上看 Be Strong No Limit 很酷 它机身基本上给我非常简洁的一些元素 感觉就是刚性很高的样子 看这个机箱 巨大的一片 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戴瓦的这个机箱的设计 通常都是这样子一个大圈 我个人觉得它这个 因为是它都用的是MQ Body MQ Body的特征就是齿轮够大 所以它这个就像是向你宣告 到它的威武之处 就是说你看 我有个巨大的口径的齿轮 是不是很强 OK啦 然后看一下喔 诶 这个是Special Movie 这是一个特别页面吗 不是它的主页吗 好像不对 History History 制品Spec OK 这个才是 这边看得更加清楚一点 它线杯的底是不一样颜色的 它这边是有一点Gun Metal那种偏蓝的色调 然后线杯底是这样看是一个偏咖啡色的色调 有点纸的感觉 大家觉得这个搭配好不好看 我个人是蛮喜欢这样搭配 诶 FC 所以说它FC LT2000S 所以说它这一次是有2000型的 然后FC应该是 如果没有想错的话 应该是Finesse Custom Custom 哦 这一代有2000型 因为上一代是没有2000型的机型 2500 翻手 等一下再看 我们现在赶紧先往下面浏览一下 大致浏览一下先 嗯 介绍一些它的机能 这一台是20周年吗 好 有意思 已经20年了 OK 继承了ATD Type-L 全铝机身 OK OK Mainshaft 哦 它的 Mainshaft 它的主轴用的是 SUS 是一种高钢性的不锈钢 OK 所以它主轴的强度和顺滑性提高了 它这里没有说一个事情 好 那事情我已经被剧透了 就是它的转指的材质 嗯 它这里没有讲 等一下讲到再说 AirDrive Design OK 这个基本上是和 Exist AirT 是一样的 AirDrive四件套 就是转指 AirDrive Rotor 蛋壳转指 然后AirDrive Belt 这个应该是一个变细了的 然后重新稍微改过一点形状的 导线环 AirDrive Spool 线杯的设计 嗯 轻量化了 然后AirDrive Shift 这个东西和Shimano的 Infinity Drive 是类似的意思 MQ Body MQ Body Tough Digit Gear 这跟上一代是一样的 所以这一代只是增加了这个 ATD Type L 这个是一个例行的更新 刹车系统 这个是一个更加高粘度的一个刹车系统 嗯 哦 它这里有说5000型 它是用了那个 卡梦的 WASHA 那意思就是它 5000型以下的机型 应该是用的像是 毛毡之类的 我猜啦 哦 这个不一定 这跟Shimano的做法应该是 类似的 目前看来 这一部分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 嗯 没有什么特别 然后这边是它讲细的机能介绍 我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适合的调整 然后 这边是翻手选择 OK OK 好 它这里最后有一个特色网页 它的整个页面基本上是这样子一个结构 嗯 特色网页我看一下先 这不就是刚才那个网页吗 哈哈 哦 前面介绍了一些 Certed的历史 前面的机型 10年就加了 石油 嗯 16年 哦 16年这一款 个人觉得特别帅 超帅的 这就像是灭霸的下巴的 逆向工程 哈哈哈哈 凹下去的灭霸下巴 有没有 很酷 我喜欢 16年这一款我喜欢 19 其实19和这一代真的是非常非常像 因为它主要是 19已经有MQ body 所以它整个机身是 看上去是真的是很像 好我现在看一下前面先啊 先看一下它的那些 搭载的机能的详细解释 第一个就是一个我失望的一个点呢 有点小失望的一个点 就是它的rotor 还是ZION材质的 怎么说呢 其实像SHIMANO跟它对标的是TWIN POWER TWIN POWER也用的是 塑料的砖子 那其实一般来说是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嗯 但是呢 STELLA用的是金属的砖子 OK 然后DAIWA这边 SUT IT在耐久系已经到头了 已经是泛用机的耐久性的定机了 在它更新之前啊 我就想 嗯 这次更新就看 主要就是看它转子的材料 它有没有把转子变成铝合金 因为它转子更新这个Airdrive Rotor是一定的 它这一代的所有DAIWA的机器都一定会带Airdrive Rotor 那唯一的区别就是它的材料 嗯 那我个人的点是 我是觉得SUT IT很强力的一个机身 OK 强力的机身 强力的齿轮 全铝合金的 然后 你给它搭配一个 塑料的转子 嗯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有更新的理由啊 因为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我看一下 Celtica 4000 5600的Celtica 它是铝合金的转子 这一颗 OK AL制的 铝合金的转子 这样子才符合高强度的特征嘛 嗯 不管怎么样 它现在决定的版本已经是一个ZION材质的转子了 那但是呢 这一代的转子确确实实对于上一代来说 是有明显的提升 轻量化 然后回转的时候的卷停的那个响应速度 都有明显提升 OK AirDrive四件套 它都有很多解释啊 就是说它为什么这么这么做 但总的来说它是为了减重 然后轻量化 提升它整体的那个响应速度 因为戴瓦这些仿车它特征就是说 卷停的时候的感觉 就是说你可以轻易的开始卷 也可以轻易的停下来 所以呢 它所有的这些轻量化设计都是为了达到 更加极致一点卷停的表现 AirDrive shaft 刚刚它有好像上面有写 它用的是 它这个main shaft的材质 升级到了不锈杠的材质 高刚性不锈杠好像是SUS 它这个设计主要是为了增加一些卷杆 提升一些卷杆 然后更好的利用一些力吧 嗯就是说它这个仿车 其实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力的传导 你这样子卷那个手把 但是它转是这样转 它中间有很复杂的那种力的传导 中间会损失很多的能量 OK它这个设计可以稍微减少一点 这样子 总的来说就让你轻松一点 MQ Body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OK超硬铝 OK它这一代的大尺材质是改进的 我记得19年是铝制的 这一代是超硬铝 就是说它主尺的强度提高了 OK 然后MQ Body它用的是全铝合金 嗯 然后刹车是例行的一个更新 跟这一代看齐 OK线杯 然后这些巴巴巴巴 哦 它的FC版本的 罗拉 是去掉了石油的 就是说它的轻型机的部分 它会减少石油 但它这个只是在罗拉上面减少 好像后面没有 OK 普通的是有持油的 OK啦 然后调整推荐 大家可以大致参照一下这样子 嗯 我的主视角应该是 以Bus为主 然后左右一点这样子 这些都是参考啊 嗯 等一下我会在 翻手选择时候 给出我个人的一些建议 我戴瓦很贴心的 最近介绍新机型的时候 它都很贴心的 给出了它的 培林的位置 然后 它这里还 特意告诉你说 它的线杯 什么 spool metal 部位 可以追加一颗培林 哪有厂商特意告诉别人 怎么样改的 哈哈 线杯部分的培林 应该是非常容易追加 就谁都可以 简单的把它打开 然后把培林放上去 这样子 嗯 这些都没有问题 嗯 这边有什么东西说吗 好 都是一些详细的介绍 就讲它的强度如何如何强 但是大哥 你的转指呢 你的转指材质呢 怎么不升级一下 它这里说了一点 稍微有一点地方不一样 就是 它的XH 3000以上的XH的机型 超高速的 用的是和Celtica 它的拼脸的结构 它意思是 它拼脸是用的和Celtica一样的结构 为了它的耐性 还有它的那个泄力的性能 哦 那这样子的话 3000XH值的关注 这一颗 这一颗是我钓巴士可以够得到的一颗 Celtica基本上是 达瓦这边耐久系的 应该说是标杆 但是很可惜的 它是只有4000型 嗯 4000 最小是4000型 哇 超重 300多克 但是它价格就很贵了 呵呵呵 你看全是铝 铝 整个是一个铁块 耐久系的标杆 所以呢 它这里还有详细介绍 那我刚才讲那么多是白讲了吗 呵呵呵 它这里都标出来 这个是它的 这一次加的新东西 就相对于上一代了 但是其实这些东西呢 和Arity 23的Arity 和22的Exist 新的机能都是一样的 哦 这里还能看详细 看一下 哦 其实它每一样更新 它都有更详细的解释 AirDrive Design 对 AirDrive Design 它的好处之一 就是它的重心 更加偏下面一点 更加偏机身的 就是持轮箱这边一点 所以呢你在拿一些搭配杆子的时候 会比较好搭 然后会比较少出现一些重头的感觉 然后你甩出去的时候 出杆的速度会增加 这一点在我之前测 那个Arity的时候 已经有很明显的感觉 其实我后来想一想 就说它虽然没有铝合金 但是一个球体的 一个圆形的Rotor 它理论上来说应该是 很不容易变形 就它本身这个形状就是 其实不是这么容易变形 不知道我有没有理解 对 它应该就有这个意思啊 那最后结果就是轻量化 低惯性化 OK OK 这些都不是特别重要的东西 这里说它的那个 泄力的那个声音 由于它的机构改变 它原来泄力的发生 单元是跟线杯做在一起的 然后现在呢 它是做了一个分开的机构 然后它形状稍微有点不一样 就是它这个凹进去的这个面 稍微有点形状不一样 所以它声音改变了 现在是变成那种很小声一点的 很短促一点的声音 这一点在Exist和Arity上面 应该是一样的 哦 这里它有介绍 那个AirDrive Shut原理 这两个绿色的部分是Pailing 然后这个是个秤套 这个是个秤套 不一定是秤套啊 有可能是就各种形式的一种支撑 像Shimano的Stella SW 海水的版本 它用的就是一个塑料 它是一个金属的外面一个圈 然后中间套了一个塑料的秤套 它塑料是用的是一种超低摩擦的塑料材质 然后去支撑它的MainShot 它这样的话呢 就变成它转的时候噪音更少 然后更加湿滑一点 然后代瓦这方面呢 其实这个真的是 就是同样的一个东西啊 没有什么区别 在我这里看来 好 谢利 它这边都有非常详细的解释 我在这里就不多说 它说它这里多了一个Waterproof Handle Seal 这个我看起来好像和Acist 也没有什么大区别 好像Acist和Ariti也有类似的一个东西 Top Digit Gear Special Surface Treatment 这个我就有点不懂 因为它说它Gear 它的齿轮用的是超硬铝 是没错 但是有什么样的涂层 Surface Treatment 有什么样的涂层 可以让一个金属材质变得更加硬呢 这一点我不是特别明白 哦 这边还有详细的介绍 看一下 MQ Body OK 这就是MQ Body的意思 戴瓦的MQ Body 从E8的Acist开始 然后它的意思就是说 它相比于 这个是一个普通的仿车的一个机身的效果 就说它普通的机身是 应该是这样子的 这边是一半嘛 然后有另外一半和这一半合起来 就说你把它打开是从中间这样子分开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横斜面 OK Shimano现在的卷线机也是这样子 但是戴瓦做了MQ之后呢 它就是变成了一体的机身 然后把齿轮放进去 然后它有一个盖子 它叫引擎盖 然后把这个盖子盖在上面 它这样子一个设计 它就可以最大化齿轮的尺寸 因为戴瓦做一些耐久系的机型 它的理念就是说它要做 它要通过大口径齿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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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增加接触面 然后增加扭力的 所以呢 这是我个人看法 就是 你可以看成是仿车版的 Mectanium或者是Bantam OK你在Shimano看 Mectanium Bantam 它那个机身就是 它的 有没有 它那个休息踏板 和它下面的gear box 整个是连在一起的 它就有一点这种意思在 这样子的话 你整个卷的那个 刚性感会提高很多 这样子 但是说到底它最大好处还是 它可以装一个巨大的齿轮进去 OK OK 好 没有了 那基本上就这样子 好像 那我个人这样看下来 我感觉 这一代啊 其实更多的感觉像是一个 除了最大的 一点 就是它的这个 转指之外 我个人感觉 基本上是一个例行的更新 除了转指之外 我看不到什么 特别吸引我的点 那 相对于 2.3的Aerity 大家看到Aerity Aerity它机身也是全金属的 它是铝铭合金机身 所以它很轻 那它跟Aerity的区别就是这个机身 材料 还有就是中间的主轴 Serted它用了不锈钢 然后好像就没有然后啊 基本上和Aerity是一模一样的设计 然后由于它机身材质的强化 它是铝合金的 所以它重量比Aerity要高出很多这样子 就说它跟Aerity相比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优势 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选择点 这就要去看一下翻手了 我想看一下翻手 首先先看一下售价吧 哦 5万4600 2500 5万5600 6万1千6 1千6 它是一直到最高的 OK 那它应该是比Aerity要便宜不少 OK Aerity是63,500 一直到68,000 嗯 那它像这样子5万5千6的话 它到店里面的价格大概会低1万日元左右 它实际的售价 那就4万5左右 那跟现在正在卖的19年式的Serted 应该是差不多的价格 所以它整体是比Aerity要低不少 OK那最后我现在来 发表一下我对这个翻手的意见 机型选择 那我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以Bus为中心来看的话 我比较关注的机型 从2000型开始 首先肯定是2000型的机器嘛 嗯 我会比较关注这一颗 FCLT2000SH OK 高速的浅杯的2000型 OK 我会关注一下这一颗吧 2000型的 嗯 理由就是它是浅杯 然后高速 就是说它的速度 和浅杯都有啦 速度和抛头的性能 然后2500型 我会比较关注这一颗 超高速的版本 OK 也是浅杯的 超高速的版本 FC 那代瓦它其实 你可以粗略的分成三档的机身 OK 它是有3000型 OK 然后它 这个C和 Shimano的C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说它用了小一档的机身 但是代瓦它只有2000 3000 5000 三档的机身 所以说呢 嗯 这个3000C 意思就是它用的是2000的机身 OK 然后4000C 5000C 它用的是3000的机身 OK 然后这个5000 不带C的 它就是真正的5000型的机身 它是基本上是这样分的 所以呢 如果让我看3000型的话 我会更加想看这个 更加关注这一颗 3000型的超高速的 这是真3000型 好 225克 在一个耐久系的机器里面 这个重量还OK 然后速度够 哇 这速度 然后刚才它因为它前面说过嘛 XH的机身 它用的是Celtica的 Penion 那我可以预想 就是说它是有更好的强度的 至少给我感觉更好 OK 所以我更加关注这一款 3000型这一款呢 我钓BUS的话 可能会可以用来钓 就是用像德州 或者像一些拖拉机这样的水面系 或者是像摄制师去玩青蛙都可以 嗯 我会用来玩一些比较重的一点的操作 OK 然后平时甚至可以拿来钓钓Pike 这些大型一点的鱼 我想这一颗是非常理想的 速度也够快嘛 对于我这边钓小组来说 这一颗是很理想的 其实 OK 然后2500型也一样啦 2500型这一颗的话呢 它因为是轻量化的 然后也是超高速的 所以说我钓BUS也没有问题 我可以用一些轻一点钓组 正常的仿车的轻量的 一些精细钓组 像是Net Rig 像是一些道钓 普通的道钓 然后各种丝托 然后一些无铅之类的东西 然后也可以去玩软丝 OK Egging 同样这个2000SH也是一样的道理 这颗甚至可以搭配那个 达瓦新出的RC杆子 很轻量的 比如说61L 可以搭这个 然后这个可以搭那个68MH 像这样子的杆子 OK 然后另外我多嘴说一句啊 因为5000型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 我个人觉得 这个应该非常的强力 因为它真5000型机身 这个东西Aerity是没有的 OK 大家看 Aerity它最大5000是精巧的机身 OK 所以它不是一个真正的5000型机身 200克 290克 这个东西我相信 它不单只是重量增加 你卷起来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5000型这两款 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 5000型这个可以做什么事情 这个是掉那个Surf 或者是一些Jigging 或者是SLJ OK 所以基本上目前来说直上弹兵的感受就是这样子 那其实这一颗在一开始 我一开始知道的时候 因为我对这个转指的材质 我真的是非常有期待 但它没有的话 我真的在我这里有点就是过不去的感觉 但是冷静下来想一想 那其实这一颗所有的这些更新 都是在一个 把价格控制在一个合理的 可以接受价格范围内 然后它给足了一些所有必要的东西 作为一台耐久系的 那人们也一直在说 Surf it 这个东西是用不坏的 这颗卷 所以说 从这个角度来看 确实是一颗很出色的卷 我想不能够因为它转指 没有满足我这种得寸进尺的要求 然后就否认它 很期待 很期待拿到它 什么时候 哪里有写 24年2月发售 OK 非常期待 好 今天这一期就到这里了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参考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看这一颗仿车的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见 拜拜